宇宙将军带着80万宇宙士兵去进攻毫无抵抗力的农业星球 掠夺农业星球的粮食 将军带着全副武装的手下十分傲娇地踏上农业星球 发现农民用粮食做掩体 如果将军用轨道炮攻击,粮食就会焚烧 这时农业星球谈判代表凶残姐和二愣子出了线和将军谈判 将军提出要求交出所有粮食 并将凶残姐带回母星审判 因为凶残姐是宇宙顶级通缉犯 曾刺杀了宇宙公主 凶残姐为了保护农业星球的人只能答应将军的要求 但二愣子是个狠人根本不同意 只见这哥们掏出枪,一个闪现发射子弹 击中大钟发射进攻信号 所在地道里的农民听到声音 掏出火箭弹就是一炮 将一辆宇宙坦克轰成了渣渣 这一下战争全面开始 将军命令宇宙士兵发动冲锋 但村庄里的人早就做好了准备 各种武器一阵横扫 宇宙士兵直接被轰成了憨憨 无奈之下将军只能派出装甲部队 由于农民缺少重武器 防线被撕出缺口 眼看就要支撑不住 这时一名农民爆发战斗血脉 扛着武器冲出战壕 躲在弹坑里趁对方不注意 轰碎一辆宇宙坦克 再次走位躲进农烟 对着宇宙步兵挨个偷袭 但他一个人战斗力根本不够 第一层防御战壕还是被坦克突破 刚武装起来的农民死伤惨重 眼看整个战线就要崩溃 关键时刻 史诗级宇宙战斗机器人出了线 这是史诗级宇宙战斗机器人 体内拥有恒星级能量棒 一人能摧毁一个宇宙装甲师 只见机器人从天而降 挡在宇宙装甲部队面前 头盔上的颜色从白色变成了红色 战斗力直线暴涨 冲上去对着宇宙战士就一阵大耳巴子 抢来的枪根本不开 直接当打狗棒 揍得宇宙战士嗷嗷直叫 周围宇宙士兵的死弹 打在他身上就像蚂蚁挠痒痒 解决宇宙士兵后 机器人冲上坦克 推开炮管 打开坦克舱门 抬手将炸弹扔进坦克内部 瞬间摧毁宇宙坦克 没有宇宙坦克的威胁 宇宙士兵傻了眼 被农民战士一个反冲锋 打成了憨憨 与此同时 宇宙特种兵潜入村庄内部 发现村里的老人小孩 这些特种兵那相当不要脸 想绑架老人小孩 逼迫农民战士投降 不料特种兵刚进屋 宇宙第一女剑圣出现 掏出几万度的星际大宝剑 对着特种兵发动疯狂进攻 一个照面撂翻几十个特种兵 但这些特种兵十分阴险 故意向老人小孩开枪 剑圣为了保护老人小孩 露出了破绽 被特种兵斩断手臂 这下剑圣战斗力直线下降 只能用身体和特种兵换血 一阵拼杀后 只剩下战斗力最强的特种兵队长 这时剑圣已经没了反抗能力 只能让特种兵队长刺穿身体 趁队长不注意和队长同归于尽 这边剑圣杠美气 凶残姐那边开始了行动 凶残姐开着一辆宇宙战斗机 假装战斗机受损 轻松混入了八万米长的宇宙战舰 凶残姐和二愣子 假装受伤士兵被抬进衣物室 随即凶残姐发动攻击 解决外面所有的士兵 凶残姐命令二愣子 去停机坪等待撤退 她则拿着炸弹来到星际飞船内部 将炸弹安装在动力核心上 正当她要撤退时 一队巡逻士兵出现 凶残姐只能躲进燃料舱 而燃料舱里一群过炉工 正在往过炉里装煤 不得不说这宇宙星际战舰 真是六道飞起 竟然是烧煤的 一名过炉工发现凶残姐不对劲 立刻上报给了将军 将军派出宇宙士兵去围剿凶残姐 而凶残姐根本不怂 只要见到宇宙士兵 就是一阵疯狂输出 这可惹怒了将军 命令轨道炮瞄准地面的战场 要消灭所有反抗的农民战士 这边轨道炮刚要开炮 动力核心里的炸弹爆了炸 宇宙星际战舰立刻失去动力 战舰本身也断成两截 凶残姐一看着情况 那是仨子就跑 要找二愣子撤退 不料将军出了线 和凶残姐开始了大战 两人一边翻滚一边输出 打得那是火花似箭 但将军是改造宇宙士兵 战斗力很强 眼看凶残姐就要没气 关键时刻二愣子出现 吸引了将军的注意力 凶残姐趁机一刀上去 送将军跪了戏 两人随即开着一艘破飞船 返回了地面 就这样在凶残姐带领下 农业星球打败了最强宇宙舰队 歼灭了80万宇宙士兵 从此凶残姐过上了 继续对抗宇宙帝国的 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 全局中